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江海市狂悍不止 就是你说拍清嘴的那种戏 其实我已经有很多经验了 基本上我会 比如说镜头如果看不到 我都很会装得好像 稳得很激烈 但是这个抓胸部 这个真的是第一次 所以我那一次真的是有吓到 所以我一直流汗 一直流汗 因为真的很紧张 我觉得那场戏 好像是我被抓胸部那种感觉 吃豆腐的孙耀威都被吓破胆 而被吃豆腐的杨景华却十分敬严 为了效果逼真 直接要求孙耀威大胆上手 一副来者不拒的样子 没有因为 就是拍戏工作 我想不了这么多啦 而且我还跟耀威哥说 没关系你就 抓吧 对 因为之前耀威他就是手 还是会悬空 可是因为镜头带的时候 还是会怪怪的 我说没关系 有伴侣的演员 拍情依续前 大多会向另一半报备之后 才敢肆无忌惮 而这一次拍戏 被分为皇帝的孙耀威 有没有向陈美诗打声招呼呢 大家会回家之后有报备吗 报备 没有 其实 我的剧本我都有给我女朋友看 其实 因为我 她也是拍戏的 所以她很懂 所以 就看小说嘛 我觉得 我没有特别去报备啦 因为这些常常都有发生 在演戏的时候啦 此外 其实秦云姐刚刚过去 而忙于拍戏的众演员 都是在全组度过的 孙耀威更是连礼物都没有准备 不过 她却搞笑表示 以陈美诗交往多年 已经不送礼物 而是直接把钱包交给对方 此话一出 相信不少女人都会大呼 好男人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